大家晚上好 大家看到我在煲粥 有鍋筍在這裡 這期我經常吃鍋筍 為什麼呢? 口乾 先喝一口檸檬茶 因為這期鍋筍是當做 今晚我煲粥 我經常都強調的 均衡營養 如果煲粥的話 下菜當然是其中一個選擇 但如果變成菜粥的話 我又覺得好像不太過癮 既然鍋筍是當做的 看看這裡多大 真是當做的 我就炒這個鍋筍絲 去送粥 這樣呢? 今天呢? 既然有雞的話 我就煮過雞油 這個是炒鍋筍絲 我前面已經處理好了 鋪太快了 批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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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條條的線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 要處理它 之前呢 我跟大家分享過 如何去切片 這次的切絲 大家看看 首先呢 輕輕地在頭 先切掉那些髒的地方 然後大概 我們的絲 約3吋 好 4個 然後這個其實我已經是沖洗乾淨的 然後首先 就在這裡 一邊先批平它 我們接下來 去做這個 我現在拉鏡頭 免得大家 妨礙大家的觀感 好 先批一邊 一點點 平了之後這樣放 我們切下去就會比較安全些 以及固定一些 然後我們大概 大概就每一片 每一片 然後這邊是這樣 我切到差不多 我就放另一邊 因為這樣就安全些 而且出來的 品質就會更加好的設施 好 好 每一條呢 大概 給大家看一下 看看是不是這樣 大概 3-4mm 切到最後 小心手 好 怎樣切施呢 看到嗎 拍平它 好像切薑一樣 這樣 ok 然後 我盡量 方向 我看到 用刀 就是用刀的前半部分 ok 前半部分切 可以切 大家應該之前 就見我 切過薯仔絲 是不是 可以當薯仔絲 這樣切 那我又不是尖軟刀工 我就 完全不懂那些專業的 那些 那些 你又不是大量製作的話 你這樣 就是 除了煙食之外 我覺得沒有什麼作用 好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切到幾有 就是這樣 ok 一樣 第二塊 第二塊 我現在要 雜側身 去 遷就鏡頭 因為 家裡的廚房 太過 窄 太過窄 所以呢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有時候會 擋了一擋 鏡頭 好 一樣 照樣 就是我遷就鏡頭 我遷就鏡頭 如果是 自己是遷就鏡頭的話 其實可以撕快一點 我也可以撕快一點 不過我現在是 歪了個身 雜側的身 去遷就鏡頭 所以動作比較遲緩一點 好 這樣一樣拍平 ok 先來大家應該看到的了 我現在把刀遷一遷 鏡頭 應該大家都沒什麼問題 好 這個時候呢 等一等 我要攪一攪那些粥 因為那些粥已經 煮了很久的時間 好 有一點點黏底了 所以呢 煮粥呢 我們要勤力點攪 這個時候呢 我講過的 粥呢 就要是 要 中間要加水的 就等它呢 就可以是 可以是 軟一點 軟一點 滑一點 OK 那些米呢 就爆得它更加靚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就加水了 還有呢 太過少水呢 那些粥呢 就會比較稠 因為我放得比較多米 那大家如果不想那麼多水的話呢 那當然可以放少一點 那邊邊這邊比較受火的呢 它是有一點點焦焦的 那這個時候 還有兩分鐘左右 那我們不理它吧 繼續煮滾它 那我繼續切這個是 就是 鍋順絲 那大家不要介意 可能我真的 久沒有拍片 好像今晚呢 沒有什麼精神 那樣 說話 吞吞吐吐 那樣 一樣 拍平它 好 那 那鍋筍絲 這樣就切完了 那大家看看 就是這樣的 這個炒鍋葱絲很簡單 放蒜頭就可以了 跟清炒沒有什麼分別 你可以不放蒜頭也可以 最重要是有雞油 今晚這個雞油既然有剩餘物資 不要放過 就是這樣 就這麼多材料 沒有了 這裡做完了 我不妨礙大家時間 待會我炒的時候 我再開機 先頭就跟大家介紹了 怎樣去切鍋葱絲 竹就煮好了 在右手邊放在爐頭一邊 現在我跟鍋葱絲飛水 其實鍋葱絲 你下去飛水的話 其實都可以很爽的 因為它一轉色我們就拿起來了 不過呢 下去飛水之前 我們先要下味 一匙鹽 一匙糖 然後呢 一匙雞粉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 下少許油 大家記不記得 為何我要先上味 先讓它滾一滾 給大家想一下 三秒了 好了 大家想 有答案沒有 新來的觀眾應該不知道 舊來的觀眾就很快會回答 那其實呢 為什麼要提前下味呢 第一就是 因為我們炒蔬菜 很多時候呢 那些調味未必會均勻的 那 我們呢 在這個時候下味 就可以能夠 能夠 能夠令到它 是更加 容易均勻地去調味 等一下我們炒的時候 下味就不用下很重的 OK 那第二樣東西 其實也是主要的東西 就是為什麼呢 可以令到它 更加脆綠 你看 糖是可以 保存它的醃綠素的 雞粉的烤素呢 是可以勾它 更加多的醃綠素出來 那 那大家看一下 鍋筍現在是這樣的色 對不對 都還有少少偏黃的 等一下 我一下去它就很脆綠的了 那 那 跟這個鍋筍飛水呢 就不需要很久的時間 一等它一轉色 那就OK的了 大家看不看到 現在我拿它 是不是這裡比這邊更加脆綠 為什麼呢 因為它已經熟了 那些菜是這樣的 所以記住 我下鹽糖味 大家看久了 我都知道的了 我要下它 預先去調味 其實是有作用的 有兩大作用 OK 好了 這樣呢 不用等它滾 一轉熄 OK熄火 一轉熄就可以熄火了 大家看看 是否比鮮牛還要脆綠 鮮牛還帶少少黃的 現在就沒有什麼黃的了 其實呢 要炒這個鍋筍絲 就很簡單的 大家等等我 我在鏡頭後面 我倒水 我就不讓大家看了 拿水清一下 把鑊子清一下 把鑊子清一下 這個時候我開火 這個時候燒鍋 記得 大火燒鍋 鍵煙下油 再鍵煙 才開始下料炒 這個就是想炒這個炒菜炒得美味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記著 等它燒鑊 現在等一等 讓大家看看 是不是比鮮頭更加脆綠 有少少半透明的脆綠 比鮮頭更生的時候更加脆綠 這個就是加鹽糖味去飛水的最大功勞 現在看到有煙了 然後我們加少少油 做甚麼呢 關小火它又見煙了 關小火做甚麼 當然要煎雞油 所以這個時候很多的廚餘 我們是可以利用的 OK 雞油沒有人想過 有沒有人想過可以這樣做 用來炒菜 我現在關小火才把雞油逼出來 雞油可能炒菜很好吃 所以大凡如果我們原植雞買回來做白切雞的話 或者是煮老火湯 看到那些雞糕不要擋啊 正東西來的 有些朋友可能還以為 動物油脂是膽固醇的來源 所以不健康 其實不是的 現在已經 差不多30年前已經平反了 好了 大家有那個壞的膽固醇呢 即是有病變呢 不是因為你吃得多動物油脂 而是因為你本身就自帶一些不好的膽固醇 而動物油脂呢 是沒有壞的膽固醇的 即是不是叫你每天都吃 但偶爾吃一下呢 就絕對是安全的 OK 好了 那些雞油就差不多了 好 這個時候我開回大火了 那做甚麼呢 燒鑊 其實好像炸豬油一樣 有時候大家如果是零零射射沒有豬油的話 家裏剛好買到五花腩回來 可以切些肥豬肉下去 好像我這個方法這樣拿去炒菜的 OK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蒜頭下去爆一爆 不要心急啊 OK 行了 好 這個燒鑊 看到了嗎 上火啊 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就要把它先炒均勻 先炒均勻 不要那麼心急調味啊 記著一大份炒菜呢 不要第一時間調味啊 所以呢 我告訴大家 很多老人家 即是我老一輩子 我媽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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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看到很多家庭主婦 都是放鹽下去爆鍋的 這個是不對的 其實炒菜 因為這樣呢 會是提前令到那些菜是出水的 所以大家看到我 永遠炒菜不出水 是不是啊 就是這樣解咯 千萬不要放鹽 下去爆鍋啊 好 接著這個時候呢 我們放 不用放多了 這裡要一斤多 放大約三分二斤 因為蒜頭呢 就已經放了味 它本身有一點點味的 還有啦 我下手啊 下手去調味呢 是均勻一點的 不要說不健康 不衛生 說真的 這樣調味 這樣的高溫 手都綠熟啊 跟我放細菌 少少雞粉搞定 是不是啊 我都不明白那些人 真是十字不佔陽春水 好 接著之後 那有觀眾說想學拋鍋 就拋到四處都是 記住啊 拋鍋是用陰油力以油製缸 而不是硬性這樣 這樣 是要靠這隻手的 這個手腕的 好像打羽毛球那樣 用陰力 好了 現在這樣調味 搞定 它一軟身 收到火了 是不是很快脆啊 很簡單的 大家不用說很緊張 我先關掉 我先關掉抽氣線 炒這個鍋筍呢 就很簡單的 希望大家喜歡啦 還有呢 一個炒得好的 看到嗎 沒有多餘油份出來的 先讓大家看到我好像很多油 但你要看看我多大份量才行的 是不是 沒有油滴沒有油射的 但我又炒得好 很亮身 大家看看 是不是 我先炒一塊 我炒一塊 雞油出來 喂 賣相 這個是賣點來的 這個菜 不見了雞油 在哪裡 在哪裡 雞油在這裡 稍微放一放 先跟大家做總結 好 現在總結 首先呢 這個菜真是很簡單的 先頭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了 怎樣設施 OK 但是呢 我就沒有跟大家分享 怎樣刨皮 那刨皮呢 就麻煩大家 在另外的炒果筍的影片裡面 可以找到一個答案 怎樣刨皮 最主要呢 我們就要刨皮 刨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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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必人人都能接受 但如果我们在炒制作的过程当中 加酒下去 这些菠笋就不得了香噴噴 吃下去是令人吃得不停的 记住 处理菠笋其实很简单 切了丝之后 首先要和它飞水 飞水的作用是什么? 其实很大部分 我之前也说过 飞水无飞是两个目的 一个是令到提前出水分 另一个是令到清除表面不好的物质 在于蔬菜来说 就是提前出水分 所以蔬菜如果不想出水 就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飞水 第二 第二就是飞水期间 我们是要预先下调味的 有两个作用 一个就是可以令到调味更均匀 不会炒至半个小时才下调味 很可能炒不均匀 就变成有点咸有点淡 但是如果是飞水的过程 先下调味 就保证到它有一定的底味 到时你调味的时候就可以很轻手 就好了 随便调味就可以了 但是其实飞水有一个更加重要的 我加这个调味更加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令到它更加清绿 记住 可以吗? 大家都看到我炒这么多炒菜 炒青菜的影片 每一条都是这么清绿的 没有黄没有鱼 为什么? 就是因为提前下味 盐就是上味的 糖就是保持它的叶绿素的 鸡粉里的酵素 就可以令到它更加脆绿 那就不用学专业区 又说要加碱水 又说要加梳打粉 不用这个程序 我们加厨一样做得到 行不行? OK? 记住 飞水和有不同的蔬菜 有不同飞水的时间 如果我们要吃它滑和爽的话 我们就要好好去平衡 通常来说 要吃爽的 它一转式 我们就立即要留起 不然它就过淋了 行不行? OK? 接着炒就很简单 大火烧锅 建烟落油 再建烟就落料炒 爆蒜头爆姜也好 等一等时间 不要一起下 等它出出味 这样你的菜会更加惹味 行不行? 接着就拌在一起炒 最后才调味 记住 记住最后才调味 大份炒菜一定是最后调味 为什么呢? 因为你提前调味的话 它出水出得很厉害 但你上碟前才调味 就可以保证它出水量是最低的 行不行? OK? 好吗? 改一下自己的习惯 我知道有很多家储 人家喜欢炒菜 是加盐起锅的 这个是绝对不对的 行不行? OK? 记住改一下这个习惯 以后大家看到我说了这么久 它有没有出水 是吧? 当然要试一下味 还有呢 大家看那些 我先头好像很多油 但是看那些颜色 其实很少油 记住 炒菜一定是每一样蔬菜 都有它适当的油量 不要一刀切 就说小油小盐 炒得不好吃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 问问你自己 问问你自己为什么 OK? 哇 听不听到这声音 嗦嗦嗦嗦 我这个习惯呢 特单炒来送粥的 所以 这个粥很软的 很薄的 是吧? 如果我 下一点的时候 我炒过的习惯呢 好味道 我自己都听不懂 炒过的习惯呢 它就这么爽 你看 嗦嗦嗦嗦嗦 这么爽口的习惯呢 刚刚好和粥呢 就非常登配 是不是好过 大家放生菜丝 放菜心粒 下去煮粥呢 而且呢 放生菜丝 放菜心粒呢 下去煮粥呢 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知不知是什么问题 那些粥会变苦的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试过 有没有试过 煮菜粥呢 煮完之后呢 会变苦的 但是菜干粥就不会 白菜粥也不会 你放菜心粒呢 就会苦的 你放生菜丝 都会苦的 可不可爱 烹饪就是这么可爱的东西 该做的就去做 不该做的就不去做 OK 好吗 哇 好吃 爽啊 就是这样 拜拜 拜拜 希望大家喜欢 希望大家喜欢